经 十佑四年春,齐人、臣人、曹人伐诵。下 善伯会伐诵。秋七月,经入菜。东 善伯会齐侯、宋公、卫侯、郑伯于眷。 传 十四年春,诸侯伐诵,齐请诗于周。下 善伯会之,取成于诵而还。 正立功自立亲政,即大龄,或妇侠。妇侠曰,苟舌我,吴请纳君,与之盟而设之。六月甲子,妇侠杀正子及其二子,而纳立功。 初 内舌与外舌,斗于正南门中。内舌死,六年而立功入。 公文之,问于申虚曰,有有妖呼,对曰,人之所寄,齐气燕而取之。 妖由人兴也,人无信焰,妖不自作,人气长,则妖兴,故有妖。 立功入,遂杀妇侠,始未圆凡曰,妇侠二。 周有常行,既服其罪矣,那我而无二心者,无皆许之上大夫之事,无愿与伯父徒之。 且寡人出,伯父无礼言,入又不念寡人,寡人汗言。 对曰,新君还宫,命我先入典思宗时,设计有主而外其心,其何二如之。 狗主设计国内之民,其谁不为臣,臣无二心,天知智也。 子一再位十四年已,而谋赵君者,雍非二户。 庄公之子有有八人,若皆以官爵行路劝二而可以济世,君其若之和。 臣闻命已,乃亦而死。 蔡哀侯未深故,省西归以御厨子。 厨子如西,以时入祥,遂灭西。 以西归归,生赌熬即成王烟。 未言,厨子问之,对曰,无一妇人而是二夫。 纵福能死,又其息言。 厨子以菜喉灭西,遂罚菜。 秋七月,楚入菜。 君子曰,商书所谓,恶之一也,如火之辽于园,不可向耳,其有可扑灭者。 其如太哀侯虎,东汇于眷,送福故也。